每次上都特别高兴 因为上来了之后呢 就有的拍 然后看到这长城呢 就是每次拍吧 也拍不够 然后就特别高兴 所以累也不累了 苦也不苦了 我真的有相机是1987年 当时因为金山岭嘛 也是刚刚开始开放 然后那时候来这儿的游客 他们都没有相机 来到这儿呢 就因为这长城这么壮美 大伙都想留张那个纪念照 然后那时候我呢 就攒钱买了一台相机 就给游客开始拍纪念照 这些都是我用过的 但是有几台不在了 就是大约十几架相机嘛 那个这个是第一台 然后那个是我用的第二部相机 然后这个是第三部 那个是得奖得来的 然后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数码相机 大部分呢现在是以这个数码为主了 在这个资金允许下情况下 可能还会再出本书 再弄个大型的展览 到国外甚至宣称一下长城 我特别喜欢从无人机里边看长城的视角 是特别不一样的 特别漂亮 在之前就是有很多摄影的来金山岭 就去给他们背包 然后认识了一位老师 他说你离得这么近 你自己怎么不拍呀 然后就买了第一台相机 去然后就是去山上去拍风光 我经历最深的一次 就是在零下三十度左右 下完雪以后 正好那天是晴空晚里 我就想拍一个雪版的星空 那天真让我赶上了 整整拍了一夜 冻的当时下来的时候 哪里鸡蛋都拿不起来了 一年365天 我能往山上跑 将近300次吧 收获是挺大的 就是每次上长城去拍照的时候 都能认识一些营友 然后之后也成为了朋友 他们来的时候也住在我们家 我最大的一个愿望 就是在近一到两年的时候 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我在地里干活来的 干活我突然间 我再往西边一看 这云子突然间变薄了 最后它有奇形怪状的 我说估计能起反侠 我就蹭蹭我就跑上来了 我以前也是在家普通老百姓 我找大伙来的都为了买票来 又开车大老远又上这来买票 就是为了接下领床成目铭而来 人都拍着那我就跟着他们 我一看他们拍出那箭儿真好 最后慢慢地 我也跟他们一个学习 就是喜欢上这个 辛苦是辛苦 但是你拍这好 那会儿不感觉辛苦 也不乐了 也不累了 真的那种感觉真的好 目前吧 我们成立一个村摄影家协会 我们这摄影骨干吧 有20人左右人 这里来我们要是打造一个 远近文明的摄影村 宣传我们美丽的家乡 宣传我们美丽的商城 宣传我们美丽的端平 宣传 小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